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本来就非常痛苦的慕妮 听到谭笑先生的这句话 眼中却闪过了一丝后悔更暗淡 几年时间了 他一直都是个残废 如果不是李高楼的话 很可能他这辈子都是这样了 事实证明 人的确是个很奇怪的动物 那个时候天天坐在轮椅上 他就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站起来 但是之后 李高楼替他治好了腿的时候 慕妮开始有了其他想法了 既然他能够痊愈 那么从前那些个能量和背景 也可以重新的调动 有了这些东西 自己当然可以帮助自己的儿子 更上一层楼 尤其是刚好又有大魔王 这样一个现成的功劳摆在面前 所以他跟拉什商量好之后 就有了针对李高楼的阴谋和陷阱 可是现在看来 多行不易避自避 拉什子了 自己的两条腿重新出了问题 怪不得之前李高楼离开时 说出那种话来 看来他非常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内心越发的悔恨 慕妮低着头索性 不回答谭孝先生的问题 不过旁边的仆人实在焦急 于是忐忑的说 将军要不把刚刚那位李先生请回来吧 他这话一出口 旁边的孝先生愣了一下 然后从慕妮的眼神之中 他突然就明白了 原来李高楼就是治好了慕妮的那位神医 这回谭孝先生也不知说什么好了 只能轻轻叹息一声 糊涂啊 人家救了你的命 何苦又多出这些事来 然而有些事情一旦错了 就永远没办法回头 尤其是在李高楼替慕妮失真之后 还特意写了一张药方 不过那个时候的慕妮父子 担心李高楼会害了他 所以压根就没使唤那张药方 直接给撕了 现在什么都完了 小李同学这边扶着那白发老头 已经上了车 关上车门之后把车子发动 然后他又停下来 李高楼冷不丁的说了一句 谢谢 下一刻他看向了后座那个帅到极致的老头 眼中带着浓浓的好奇和疑惑 之前在院子里的事 李高楼也察觉到了 尤其是那位孝先生站起来的时候 他身上那种特殊的味道 或许对于别人来说 这样的味道没什么关系 但是李高楼的精神感知力远远超过常人 正是如此 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意识到 应该是毒 虽然说曾经吞下过一枚青色的龙符和猪哈 一般的毒对自己来说根本没什么作用 但是那位孝先生绝对不是普通人 他的毒也自然不会那么简单 如果这些猜测成立的话 那么自己还活着 这就是一件很值得去思考的事情 所以目前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身边这位老人 否则的话怎么样也没办法说得通 还是那样一张脸 还是那样就默默地盯着李高楼 老人说话了 你该去报道了 我的事务所里不按时报道的员工都是没有工资的 低沉的声音从老头口中响起 那张平静的脸再加上平静的语气 让李高楼猛地愣了一下 李高楼又不是个傻子 他立马想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事务所 恶魔事务所 瞬间关于那天晚上有些离奇的事情 他全部想了起来 之前恶魔事务所给自己的考核任务 就是找到杀害威登的凶手 不过李高楼找到之后 却又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导致他完全把事务所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尤其他还去了趟咖啡谷 如今才回来 他当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但是现在这老头如此说话 那他应该就是恶魔事务所的老板了 你是师先生 瞪大眼睛 李高楼当然还记得这个名字 那老头摇了摇头 记得今天晚上报道 真是令人头疼的员工啊 好似没什么兴趣多说了 这位师先生拉开车门跟着就要离开 眼看着他要走 李高楼赶紧问 您别走啊 我带你去医院 你受伤了 之前的车祸 让这位师先生撞破了好几个地方 那带他上医院赶紧包扎一下 这也应该李高楼做的呀 然而师先生却没停下来的意思 不用了 可是我还有事想问清楚呢 张了张嘴 李高楼接着说 实际上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在知道了这个人应该是那位恶魔事务所的老大之后 他当然不会觉得这么一点伤会对他造成多大麻烦 什么事啊 果然那老头停下了 呃 王爷 王爷他现在在哪 你们是什么关系 这个问题啊 从那天晚上接到王爷的电话 李高楼就一直想问清楚 他已经跟王爷失去联系有一段时间了 尤其之前王爷离开的时候啊 是为了了解恶人岛的事 关于恶人岛 李高楼还是有些渊源 不说李清庚 就是他自己本身也是恶人岛的执法者呀 可是现在呢 一切消息一无所知 说不定这位神秘的师先生应该知道些什么 不过这位师先生却摇了摇头 我们之前没什么关系 你问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按时报道 说完这老头就走了 说出来的答案呢 就跟没说一样 什么用途都没有 不过李高楼也没办法埋怨什么 之前在慕尼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来看 这位师先生可不是他现在能对付的 也不是他现在能招惹的 因此还是老老实实晚上报道去吧 说不定会从那些人的口中 得知一些特殊的线索呢 就这样 看着师先生从这离开 李高楼给自己点了根烟 舒缓了一下心情 他目光变得重新严肃起来 那么现在是时候 到明亮眼镜厂看一看 之前的他装作了米卡尔先生的样子 从威登的老管家那 得知了明亮眼镜厂 这么一个貌似是属于 威登生前的街头地点 说不定在那儿啊 他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对于李高楼来说 任何跟何高安这三个字产生关系的事情 都会让他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 所以车很快从这离开 直接通过导航 确定了明亮眼镜厂的位置 朝那赶去 这一走啊 走了足足两个多小时 李高楼等找到那地方的时候 天都快黑了 找了个位置停下车 就在他打算打开车门 结果他看到了一个穿着风衣的男子 戴着帽子跟口罩 上了自己旁边的一辆轿车 隔着玻璃 李高楼只能够看到那人的一双眼睛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特征 不过就是这双眼睛 让李高楼愣了一下 就整个人呢 真的好似有那么片刻的呆滞 这种状态来得非常奇怪 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就这么继续坐在本来的位置上 李高楼认认真真的思考了之后 他找到了一个答案 那双眼睛自己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 可是三十左右岁的男子 自己在美洲认识的很多吗 没几个呀 甚至于似乎就没有 那究竟在哪儿见过呢 足足想了好几分钟 没有得到一个答案 最后李高楼只能无态地摇了摇头 他下了车 然后朝前边的厂区门口走去 这件事他只能暂时放到一边 可他的心情随即变得紧张起来 来到这个场子 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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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